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第一章 奉神旨意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树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解醒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 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 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位随己一行 做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 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着称赞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神之民被赎 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因此 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赵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愿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金式的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扶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手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要注意 合同时 他一定为主治的 只照他会做万有静力 政策 他们再找到 订阅 充满 性